Patreon上个月多了少少朋友支持 我觉得很开心 希望继续努力 今天的Patreon节目有两宗超重要的新闻 第一是芬兰加入北约 整个北约就丢在俄罗斯的西面 第二是菲律宾正式宣布多开4个美军基地 总共9个美军基地 今天的新闻欢迎大家加入Patreon 只要每个月5美金 就能收听以上的话题 继续跟大家打招呼 ChinChin、Dude、Joe、Doris等等 首先RFA专栏中的眼保光 我觉得也是其中一位非常有质素 当然他以前都是资深传媒人 有线、苹果等等 他好像现在都会在不同的YouTube频道上做嘉宾 我看到在RFA有这样的报导 HELLO HONG KONG 旅客紧回复疫情前三省 新香港对国际玩具吸引力摩 昨天说过关于高铁 说过大约是最高峰的时候 4月最高峰的时候 他试过8万 是不是全都回来了 所以我看到 Sorry 所以我看到他这边问我 奇怪 我想是什么? 不是 8万人 不是全都回来了吗? 有没有香港朋友 究竟现在香港的情况如何? 我就知道香港人在日本机场塞到爆厂 日本机场要排两三个小时 香港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上一次的资讯也是很多平价团 现在又收紧了 究竟现在香港有多少旅客呢? 有多少内地客呢? 我都没有资讯了 那颜保光说的是什么呢? 他是这样的 他就说 到底在全面解封和通关之后 引发的经济刺激效应 是否像当局那样预期呢? 能不能有效地吸引内地和全球旅客呢? 推动整体经济和解决政府的赤字呢? 还是只是带来一些团费几千元的平价团 全餐只是几十元的低销旅客呢? 其实团费二三千就不是平价团 颜兴 平价团是一千几百而已 这段我觉得真的很棒 我不知道是不是曲笔 我觉得是曲到圆 这段是这样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 近日教友系统整理旅客访港复苏的研究 不是来自旅法局 或者文化体育旅游局 是来自金管局 金管局的货币与金融稳定情况半年报告 这份半年发表一次的金融和经济报告 除了有丰富的经济和金融数据 是我经常就是颜兴 经常搜集资料的重要来源之外 也有不少精辟的经济专题报告 包括有专题讲及气候变化 或者绿色经济定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不是串钩金管局 串钩金管局 你讲金融、经济、流价、股市 你讲什么气候变化、绿色经济 不过这么说 你可以说 绿色经济、气候变化 也关于经济的事情 但我不知道这个就是算了 我自己的解读就是 金管局没什么好做 现在有什么好做 根本有什么好做 货币政策不关你事 投资的东西 金管局的基金 市输就输 市赢就赢 也是不关你事 其实请这么多人都没所谓 所以就找一些报告出一下 好了 今次有个专题很厉害 这个专题很厉害 大家听着这个专题 香港逆后重启相对滞后 会否对访港旅客人数造成巴痕效应 好厉害 我真的要给金管局 我觉得这份报告有趣 如果不是盐兴去报导 我也不知道原来金管局有这样的报导 去研究巴痕效应 巴痕效应 是什么叫巴痕效应 就是过去的疫情 令到旅客 在观感 经济 心理 和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也令到别人来港旅游的心理都受影响 限制了消费行为模式 这些这么深的用字 我不明白了 我还是用一些 我这些粗人容易理解 就是说 被你嚇够了 见过鬼就怕黑了 就是这样的 就说完了 就是你的防疫政策 所以现在就很害怕 就不理了 就是这样的 3月份 3月份的旅客人次是190万 高峰期3乘3 3乘3 金管局就说 为了去研究访客人数的复苏步伐 为什么会慢过其他经济体 他也承认过 是比全部慢 关不关这个防疫政策 我想先说 这份报告 其实是触从入屎乎的 这份触从入屎乎的报告 如果客观现实是 香港的旅客 是比其他的慢 你有短线原因 或者长线原因 短线原因的 因为你的防疫政策 你不可以这么说 长线原因的 因为香港 不就是因为香港 现在越来越难 在你中共极权管治之下 你又不可以 那你整个报告出来 为什么呢 其实 我觉得这个报告 应该的方向就是 要证明 香港并不是 旅游复苏缓慢 他只不过是滞后 他稍后 他会回来 甚至比其他亚太 其他地区更加劲 这样说才是 我继续听你的报告 他就说 结论是 入境旅客人数 二月 只有三成 其他亚太经济区域 到五至七成 我这样说 Be fair 香港是迟些才开放 迟些才复苏 是合理的 其实有这样说 对吧 但是这个 他自己说 数学无形发现 所谓的滞后解封 所谓的疤痕效应 并不显著 这个疫情的滞后 的不利影响 只是短暂 这样就弹了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旅客会比之前少呢 金管局的报告 是用很复杂的数学无形作推论 我亦都无意挑战当中的立论 但报告存在明显缺陷 是假设今天的新香港 我喜欢这个字 新香港 仍然能够一如以往吸引世界旅客 但实际上 无论国际 和内地较富庶的中产 都明白今天的新香港 经以金飞食鼻 调查显示 八成的旅行团 都是低廉的 价格招来的平价旅行团 即使内地靠富裕的阶层 宁愿去新加坡 或者东南亚外游 更重要的 就是旅客人数的复苏部分 是很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人数不断增加 但近期供应面的限制 包括部分在飞机机票上的价格上涨 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 近日 机管局就开始送出50万机票 但原来 也有人 有外国旅客反应 不是完全免费的 不是 你是要给过千元手续费 不是 是吧 那真是冬构你了 来香港 给几千元 成千元手续费 哇 那这真是阴利 因为还有行李费用 和机场税 那我明白了 比如你又 我不知道 比如你又 美国 飞去香港 假设 那免费机票真的很吸引 对吧 比如欧美 欧美来香港正常都一万八千 八千至一万 可能座底都 免费 OK 但是 手续费可能是 我不知道什么手续费 一二千 机场税不是很多 对吧 行李费用没有行李的 那你一定要行李 你欧美过来 不是不用行李 不过如果这样 其实都便宜的 好了 接着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由土瓜环 红瓣一带的乱象反映 现在的入境旅客 只是三分之一 但是旅游配套都经意严重落后 入境接待人手严重不足 加上三年的疫情打击 本港几乎没有新增旅游景点 那我们又要问自己一句 香港凭什么去吸引外国游客重临呢 还是用一部国安法宣传游乱及自由自及兴 还是告诉他们知道我们的新闻记者 不是 再说一次 最后的结论是 凭什么去吸引外国游客重临 重临 重临 是用一部国安法宣传游乱及自由自及兴 还是告诉他们 我们的新闻记者和前立法会 正是每天受到当局的控告和审讯呢 这样 其中有提供到两幅图 这个就是防干入客人数 疫情开始大插水 现在中国内地旅客急速上升 急速上升 好了 这个就是关于再细分内地和其他旅客 你看到 蓝色的内地旅客就发来发去发来发去 因为有季节性效应 其实已经上升了很多 但是其他旅客呢 是一条平线的 由2023年 就是今年开始 1月2月3月 中国旅客升了很多 外国旅客是没有明显增长 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况